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我们能做好的 那就是当下嘛 我交出了一份答卷 然后答卷给了我答案 给了我反响 仅此而已 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步登天 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成果 所有出来的结果 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以这个积累就需要坚持 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最可怕的 也有空窗期 会迷茫 会不知道长远的路 到底在哪里 要怎么走 告诉自己活下去 其实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 就告诉自己 现在那我要干什么 空窗不能就是这样 白白地度过吧 健身 那个时候胖 150左右 减肥 多看看书那段时间 多看看电影 就 多上上课 表演课 舞蹈课 声乐课 那段时间其实都在进行 只是那段时间的 一个工作的一空窗期 但是其实每天都有事情在做 我觉得这就够了 其实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说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当机会来了 能不能抓住 其实就靠平时的积累 你也好小吧 还在等我 也好有精神 我得到你 但并不是 但并不是